哈囉 大家好 我是Rosie 楊凱妮 我是來自紐約 來自紐約 然後我是前兩年回來 然後終於準備要發專輯了 所以很開心今天 不只是準備要發專輯 是今天你的專輯 就要正式上架了 非常的開心對不對 趕快來介紹一下這張全新的專輯 我們看到的就是這次的這個專輯 叫做一直微笑 趕快跟所有的媒體朋友來介紹一下 這個讓你等了兩年 熬了兩年 蓄了兩年的最新的作品好不好 我很興奮 今天終於出來了 這個專輯是給 就是給一些 希望是可以給大家 就是可以體諒到的 就是可以分享給大家聽 是可以 失戀的 或者有什麼 有難過的東西 需要支持的地方 是 快樂的歌 曖昧的歌都有 所以很豐富 對 對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也經驗多很多東西 因為爸爸媽媽家人都在紐約 所以我一個人就來到台灣 你一個人在台灣 對 然後我剛來的時候是不會講中文 所以有很多困難的地方 是 所以這個專輯的名字也叫 Unbroken 就一直微笑 一直微笑 然後就是不管怎麼樣 不管 經驗過什麼 再不開心 不開心的事情 對 只要你繼續下去 你是會 是 我覺得真的要給他一個掌聲鼓勵 你知道嗎 因為他從紐約而來 然後呢 在這個台灣喔 這種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可是呢 要在這邊 要完成你的夢想 而且還是當歌手的地方 你知道當歌手在台灣當中 其實很不容易 他要面對很多很多的挑戰 對不對 那你要不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為什麼 要放棄那個紐約 你知道我們也好多人想去紐約 紐約是一個文化大融入啊 為什麼要放棄在紐約的 我知道你從小在那邊長大 然後呢 你爸爸媽媽又有在紐約 對不對 然後你又在那邊念書 你為什麼要放棄在紐約的生活 來到台灣 然後一心一想要當歌手 因為我媽媽其實也是個歌手 嗯 然後我從小就一直跟她 然後看她每天排練啊 上舞台 不覺得很辛苦嗎 就是因為很辛苦 但是最後站在舞台上的時候 大家在那邊 like 啊啊啊啊 這樣的時候我就覺得 真的是值得的 值得 然後就那個感覺就是 你可以分享你的音樂給大家聽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特別的東西 是 如果你可以的話 我就是覺得你一定要去最值得的東西 對 所以她 從她講的你就知道 她其實是個很有言語的人 你知道嗎 因為她很享受 在舞台上面被那個照樣機有沒有 剛剛照樣機在那邊閃閃閃的時候 妳自己是不是還蠻英俊在裡面的 是有點緊張 但是 對 非常的享受那個過程 我覺得就是要有這樣的動力 她未來可能在舞台上面 才會更發光發熱 因為她有那樣子的目標往前進 對不對 那很多人呢 在妳剛來台灣的這兩年當中 可能大家這兩年還不認識妳 現在才認識妳 所以妳有沒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人家都說妳好像林依辰 妳有沒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沒有人認錯妳 然後一直圍著妳要簽名啊 我有 前幾天 約我爸來看我 然後我就帶他去吃熱炒 然後我們就在吃了一半的時候 借我一桌一直說 林依辰欸 然後我前幾年也是 去公司的路上的時候 我坐搭那個taxi 然後司機先生就一直跟我說 妳是林依辰嗎 如果妳是林依辰妳可以告訴我 我真的不是 他就一直說 不確定 不確定不是 然後我真的確定 不是 對 她可以一直說 妳覺得陳柏林 妳覺得陳柏林 妳覺得陳柏林比較帥 還是宅宅比較帥 我覺得 能跟林依辰有這樣的 similarity 我覺得很榮幸很開心 因為她也是一個我的 role model 對 然後我希望以後也可以像她一樣 可以多多拍戲 或者做一個好的 role model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